咖啡时空给你讲个好故事 Jordan Pierre是当代最有特色的导演 他的前两部大片Get Out 逃出绝命车和 Us 我们 想象力惊人 社会意义深刻 令人回味无穷 最新的这部Nope 全部用IMAX直视影集拍摄 场面宏打 是充满奇观的视觉盛宴 Jordan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电影让你看到奇观 好莱坞的历史就是奇观的历史 观众渴望在大荧幕上看到更震惊的效果 从吸取可可到斯皮伯格 从恐怖大白杀到伟大的UFO 我们不停在追求更多的刺激 更多感官和心理上的满足 我们被迷惑而上瘾 走入了追逐幻觉的狂欢之中 然而Nope这个片名给了观众一起当头绑合 Nope的寓意就是不 让你不要去看 让你移开视线 但你怎么能拒绝不看呢 你无法把目光移开 所以你就被吸进去被吃掉了 下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剧情 再进行解析 影片的开场是一段 闪回到1998年的悲剧场景 摄影盆里正在拍摄家庭情景喜剧片 一只名叫高迪的大猩猩忽然发狂杀死了摄影盆里的几乎所有人 砸烂了剧中女演员的头部 当时的小童行Jupe在惊慌中逃到桌子底下幸存下来 这是影片的第一个悬疑 接下来镜头回到现在 故事的主线发生在加州好莱坞后面绵延的深山里 历史悠久的海伍德马场 这个马场专门替好莱无训练拍电影用的马屁 有一天马场的主人Otis骑在马背上行走时 被冲天而降的一枚硬币击中头部流血过多而死 带出了影片的第二个悬疑 父亲死后 欧杰和妹妹Amro继承了马场 欧杰是一个沉稳又责任心的青年 Amro火泼又魅力 兄妹俩希望把马场发扬光大 完成父亲的遗志 紧邻着马场的是一个简陋的西部体验游乐场 场主就是当年黑猩猩悲剧中 唯一的幸存者 小童星Jupe 长大的Jupe由大家熟悉和喜爱的 韩国演员Steven Yang扮演 Jupe具有戏剧性的出场 给这部惊悚的电影带来了 荒诞无厘头的味道 然后牧场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 电力中断 马屁被神秘物体从空中吸走 山头的那一片云 居然几个月来一动也不动 欧杰和Amro兄妹 两认为云城里有一个专门吃马的外星怪物 它的形状就像一个UFO 所以他们就去电气店买摄影器材 想把UFO拍下来 因为这种照片在网上可以卖到几十万美金 有了钱 他们就可以让弱迫的马场重新分光起来 没想到电气店的销售小哥 Angel也是一个UFO迷 当他得知马场发生的怪事后 就热心加入一起追踪外星人的终极 行动一开始很失败 因为UFO到达的时候会破坏所有的电气 但也让他们终于亲眼目睹了不明飞行物的存在 于是更迫不及待地想要捕捉到他的影响 与此同时游乐场的Juby也发现了天上有神秘的蜘蛛怪物 但他不仅不警惕 反而利用UFO这个卖点来做生意 开发了一款名叫Star Lasso Experience的现场表演 把马装在透明的箱子里 引用UFO过来吃 不明真相的游客们买了票进来 看到天上果然出现神奇的飞行物 于是纷纷拿起了望远镜 手机 摄像机 对着怪物一阵拍摄 指指点点地看热闹 场当的人群忽然激怒了UFO 它在空中变成一个巨大的怪物 张开抽吸式的大嘴巴 吞噬了Juby和在场所有的无知的人群 从马场赶到游乐场的欧阶 刚好目睹了这一切 长期驯马的欧阶 发现这个怪物有和马屁一样的特性 当你对着它看的时候就会激怒它 而当你低下头无视它的时候 它就会放过你 于是欧阶和伙伴们 请来了出名的摄影师Horst 制定了新的拍摄计划 他们在沙漠中竖起无数冲气彩奇人 在分钟飞舞摇曳 迎诱外星怪物 而当怪物飞来的时候 欧阶就低下头 骑着步扪起双眼的马皮 在马场上奔驰 其余的人则躲在暗处拍摄 Nope 不看怪物这个办法果然奏效 他们拍下了很多精彩的画面 接下来的结局出人意料 欢迎大家到电影院现场观看 完整的体验 下面来剖析一下 剧中的媒体心理学和观众心理学 导演Jordan说 电影让你看到奇观 所以电影是一个见证奇观的过程 对电影来说 没有被拍入镜头的事情 都是不存在的 影片里的欧阶兄妹虽然看到了UFO 但他们必须把它拍下来 以证明它的存在 这是让整个故事发生的驱动力 这种拍摄和捕捉机关的冲动 也是好莱坞和很多电影人的追求 已经在影片里的DMZ狗仔队和摄影师身上 成为了一种过度的执迷 无穷的欲望 所以他们最终被自己的欲望所吞噬 摄影师Hoster在和Amro交谈时 说过这么一句台词 他说 你追逐的那个梦 你终于到达了三顶 但那是你永远不会醒来的梦 这是导演对当前现实的隐喻 和对未来的担忧 现代媒体和互联网 不断用夸大的仇恨 极端的言论 血淋淋的悲剧来制造票房 增加点击 威养着观众们的贪欲 引导着人们逐渐走入一场 非理性的狂欢 另一方面 观众也需要情绪的宣泄 需要追求感官的满足 所以很容易被各种奇观奇闻所征服 发表在媒体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人们会观看惊悚电影的 主要原因有紧张相关和不现实 相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心理反应 有些人喜欢强烈的情绪反应 给大脑带来的刺激感 焦虑症的患者会喜欢恐怖情节 结束后大脑放松平静下来 释放的多巴胺带来了幸福感 还有些人喜欢他带来的纯粹的逃避现实主义 惊悚的情节 使得现实中再可怕的事 也变得不怎么可怕 很多人在看了恐怖电影后 就忽然有勇气向老板要求加薪 公开放表演讲 或者上欣赏人表白等等 因为这些都显得并不那么恐怖了 吃人的UFO承认恐怖 当很多人看过电影后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杀人的大猩猩 博底在家庭喜剧中忽然癫狂杀人 现场血肉很肥 这一段散回的前夕和故事主线时空游离 他的寓意是什么呢 其实影片开场就有这么一段旧约经文的隐喻 经文里上帝是这么说的 你们喜欢奇观 我会让你们看到奇观 就像我们堕落的世界大多数其他事物一样 只建立在残酷和剥削之上 所以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上 有的电视剧为了收拾了用野性难寻的大猩猩来制造娱乐效果 有的人为了票房收入 敢用怪物吃人的表演来吸引观众 杀人的和吃人的表面上看是大猩猩和大怪物 其实却是人心里的贪婪和无知 值得一提的是大猩猩的悲剧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事 2009年在美国 一个名叫查拉的女子 被朋友养了十几年都忽然发狂的大猩猩攻击 脸被死了 她的照片比电影更惨 影片里的另一个细节是 大猩猩高地杀人后坐在一片狼藉的摄影棚上 双手掀雪玲玲 表轻茫然举目死亡 她偶然看到了躲在桌子底下颤抖的小Jupe 就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小Jupe注意到高地的身后有一只竖起来的鞋子 这是一个死者的鞋子 刚好以一个奇特的不可能的角度梳理在地板上 这个偶然的奇异事件拯救了Jupe 当Jupe的目光被鞋子吸引 不再继续看大猩猩 高地的情绪就安静下来 然后他们向对方缓缓伸出拳头 拳头互碰后连接起过去的友情 这也代表了一种无奈之下的妥协 这个动作有着无法言说的惨烈 好像是战场上的握手言欢 鲜血洗礼货的领悟 也寓意着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面对动物和大自然 我们常常狂妄无知 缺少敬畏 无法认识到人类的渺小和无知 在一次次的悲剧过后 我们也需要学会的是 调戏和调讯会造成两败俱伤 尊重和妥协才是比较好的办法 咖啡时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请点赞并订阅 也欢迎给我留言 迫不及待的想听听爱你的想法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